我爸爸的终身成就 应该不只有金马奖 他还有我们三个 他应该很骄傲 王宇三女儿 齐志累诵父亲 成龙隔海悼念 我们永远怀念你 王宇大哥是大家心目中的武侠大师 他对于传脚功夫的贡献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在这么多年 从一生涯中 他对很多后辈的关照 提携和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我相信 一定会被这些行业铭记 他的经典作品 也会长留在影迷的心中 王宇大哥 我们永远怀念你 一路好走 独臂刀网王宇 4月5号病逝于振兴医院 享受80岁 告别追思会 今天在台北政立堂举办 大女儿王欣平 三女儿王美宜 分别从香港加拿大返台 与二女儿王家禄一同处理后事 艺人黄大伟 教友以及至亲好友 也先后抵达追思会场 因为真的是父母的朋友 所以是怎么讲 就是长辈 所以我们做 怎么讲 我们做 OK 对 就是 我妈妈也不能来 所以她是在香港 我父亲 当然 就亲眼走了 所以我当然是来 亲给爸家 基本上我们都是感谢父亲 我们的父亲 在大家眼中是大小 他从小对我们的教导 也是 像是大小一样那么严厉 但是她其实是很有深意的 因为她希望我们三个女孩成长 洁身自爱 长大都是好女孩 懂得礼数 懂得礼教 然后我们未来的国家 是会疼惜我们 爱我们 所以这是父亲 从小严格管教我们的生意 我们长大了就都理解 所以刚刚我们三个在台上 都是感激父亲 我知道过去这几年 大家都非常非常关心 我父亲的身体状况 我只能说 我爸爸身体底子太好了 他的意志力又非常非常坚强 所以这几年对他来讲 反而是很辛苦的 虽然他现在走了 离开我们 我相信 他是解脱了 而且他去到更好的地方 爸爸在临终前 还有临终最后一刻 我都一直陪伴着他身边 并不是像外传 他是孤独的走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 我爸爸的终身成就 应该不只有金马奖的 他还有我们三个 他应该很骄傲 谢谢 谢谢大家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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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鼻召指后 他几乎演了整整的 整个武侠世代 你没看过汪欲 你就落伍了 甚至你回家 你要把自己手被绑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